今天是所有火箭球迷扬眉吐气的一天 联盟使阴招暗算火箭 场下竞赛球员 场上裁判针对 可是火箭天才军团 依然克服重重磨难 拿下了目前联盟最长的旧连胜 这里也要向伟大的凯尔特人致敬 今天他们在领先30分的情况下 最终输给了老鹰 成全了火箭队旧连胜的头版头条 可以说现在连丧帝都在帮助火箭 都想让这帮不屈不挠的年轻人 站在NBA舞台的中央 提醒民众带领勇士节节半锤 而杰伦格林带领火箭步步高升 于是消化和联盟就坐不住了 在这个结构眼 禁赛贾巴里斯密斯 都知道现在的火箭桑兵满盈 尤其是内线欠缺 香化这一招可谓是舌打七寸 用心极其恶毒 于是乌杜卡不得不让赛季 抢军三分两板的中锋 蓝带尔打了首发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战蓝带尔打出了赛季最佳表现 在上半场全队的进攻都不顺利的时候 正是他的六投六中 帮助火箭撑起了半冰天 而后下半场 休斯敦的神 杰伦格林终于站了出来 没有蝉联周这家十分遗憾 可越这家那必须拿下 于是第三节力突外投 单节八投四中 狂砍四二分四板 两助攻两抢断一概冒 攻防一体带领火箭队 瞬间将开拓者打得溃不成军 一截完全逆转对手气势 莫杰 范弗里特也苏醒了 连美格林双管齐下 三分线外连头连中 彻底浇灭了开拓者的进攻气焰 当师兄杰伦格林制造斯蒂亨德森 进攻犯规的时候 比赛算是彻底盖棺定论 绝世天差格林 他不光拥有举世无双的身体素质 更是随着比赛之中的不断学习 进化了自己的篮球智商 这就是天僧的篮球器材 是出场就满配的剑队基石 那天僧满配的杰伦格林 只用半长时间 这彻底击垮了对手 已经展露出了成为巨星的一切可能 有人说这一场 他的投篮效率不高 可是再低 能让低得过去年12月18日 面对开拓者12投2中 只拿到7分的体系明珠吗 更不要说 本场比赛的杰伦格林 在防守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三次强断 一次盖帽 真正的攻防一体全能超去 再加上独自带罪九连色的赫赫森薇 对他的评价 我只有四个字 满分五星 迟一过后 火箭距离西部地时的勇士 只剩0.5个蹭场 奇迹即将降临 这就是NBA最动人的篮球故事